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是我上个周末亲自看到的东西 那我上个周末呢参加了一个聚会 为了要欢送一位我们的前辈 他要搬去佛州 那他是一位在华人的保守派组织里面非常活跃的一个人 有非常多的朋友 基督徒的非基督徒的 只要是看到现在美国的乱象的人 然后想要改变目前情况的人 他都可以当他的朋友 最主要是什么政治啊 每次投票啊各方面 而且他真的很热心很热心花上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真的是我们一直就是look up to的一个人 对 那当时去活动他其实不光全部都是基督徒 也有一些非常爱国的但是非基督徒的人也去那边 那他们做了很多这种政治活动的义工 他们付出了很多不管是钱啊 然后这个体力啊等等等等 去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啊 那当时呢在那天的聚会上面其实这些没有信主的 爱国的这些人呢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那他们当天呢我觉得也是很弹露自己的心声 而且他们说出了重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信主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当基督徒 他们说他们不是基督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到现在的基督徒 对于现在发生的议题完全不在乎 他们看到了基督徒什么都用交托神来带过 现在基督徒只会每天怨天尤人 说要改变但是却什么都不做 我对这句话是完全同意的 是因为说实话一讲到这个话题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羞愧 羞愧难当 因为其实你真的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讲 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要为这个国家或者是为了你理想中的社会环境 你的确要做出任何的努力 但是基督徒的确是一直在找借口 那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加入到我们的当中 但是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很多人还是说 我们不要讲这个就是一切都交托神 反正剧本圣经已经都写好了 说末后的时候会怎么样 一切就按剧本走 我们该做的我们也不需要去做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需要管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托 说我们不要在意这些事情 然后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用帮他们祷告吧 来做一个借口 我说真的祷告是非常好的 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祷告 祷告是有大能的 我们说出来的话是有能力的 是有权柄的 但是不是一个你什么都不做的借口 祷告之后是你要跟神align 然后去做什么 不是说只要complain就好 我们后来也问到了一个牧师 他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教会 说到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其实在教会里面 现在有很多人 他们这些人的本身 他们其实对政治 是不是很感兴趣的 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牧师不愿意去讨论这些 或者不愿意让他们知道 是这些人本身他们对政治就不感兴趣 或者是如果要是在教会里面讲这些东西 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有讨论到说 这一次的七中选举 就是要怎么办 因为我们是非常希望 在这个时候教会是一定要站出来去改变社会的 尤其是在这种选举的时候 我们大家看过我们的频道有推举过一些候选人 那我们现在正在联络更多的候选人 在之后会有更多的方式为大家推举出来 让大家认识这些候选人的原因 一个是当然了是要呼吁说大家投票给他们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去看到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对改变世界改变社会的这种热情 然后他们对各种现在实施的这种看法 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不是住在加州的 甚至不是住在美国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影响说我们去吸收 去消化他们脑海中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是非常棒的这些保守主义的价值观 包括我们的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 这个是对每一个国家 其实都是完全实用的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其中选举马上就到了 现在是大概七月份 已经快七月底了这个时间 接下来的时间 教会一定要凝聚起来 我们一定要在社会上面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知道 现在教会在凝结起来 在做这些事情 要让他们知道说 这些候选人的背后 是有一群我们保守主义的基督徒 在支持着他们 当时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去谈话 就是看看我们是不是一起合作 可以做一些什么 因为说实话我是没有什么太多idea 所以我想说他们 这个幕会时间比较久 经验比较多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说要怎么做 那这个幕式就讲到说 现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绝大多数的教友 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那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呢 那对这些人怎么办呢 就是说那要不然我们 就是用一个懒人包吧 就是说在投票的时候 投票之前就出一个选举指南 就是告诉大家 因为这次还有很多法案吧 所有的东西 做一个package 就是告诉他们说你投票的时候 选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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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 就可以达到我们这样一个 让他们给他们投票这样一个目的 这话呢 其实说起来没错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当选嘛 那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说让大家来选 这些保守理念的人上去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我后来就回去想了一下 我想说奇怪 因为到了我们期中选举的时候 其实投票上面没有那么复杂 基本上一个职位就两个人 一个就是民主党 一个就共和党 那说实话 懒人包也不需要太书 你只要告诉教会里所有的人说 你们全部都投共和党 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所以我回去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思考 我想说 那为什么这些候选人还要办campaign 就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做竞选 然后印各种的资料要去敲门 所以其实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不仅仅是说让大家只是在那一张纸上 打一个钩 画一个圈而已 包括我们做频道的目的 我们是要让人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做 懒人包的确可以在很短子时间内 聚集很多选票 但是懒人包不会解决 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 懒人包不会有任何的教导 懒人包只会让人越来越懒 OK 你在读懒人包的时候 那些人是谁 那些代表你的人是谁 他们是去国会或是去州议会 代表你这个人的 你如果连他都不认识 然后他的方向 他的目标都不认识的时候 然后你就投票给他 你是在把你的权利 随便丢给一个人 然后而且还是只是因为听了那个懒人包的 对 只是听了AI news 只是听了Ethan跟Felicia 我们不是个什么聪明的人 我们觉得说圣经是好的 圣经是棒的 美国是建立在圣经上面的 这几个人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你要去认识 人是有义务要亲自去看圣经 就跟亲自要去看这些候选人 他们的证件一样 懒人包在训练一个人 不会有自我思考的能力 因为人就变成是 只要听Felicia跟Ethan就好了 只要听牧师就好了 只要听什么就好了 我这边有一张纸 你不要想 你只要听我的就好了 这跟我星期三出的那个专家教授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就只是想要听一个专家而已吗 还是你们想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然后我们只是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建议大家说 这个是我看这件事情的方法 你可以同意我 你也可以反对我 你不要完全听我的 所以主要是你要自己去看这些东西 你要自己去读圣经 你要自己去认识这些人 我们只是一个媒介而已 我们不是答案 对那你刚才讲到这个懒人包的事情 其实政府最怕的就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民 他们所有想做 你包括像共产党当时建立起来 或者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政党建立起来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这种方式 就是你听我的就好了 那懒人包呢 说简单是简单 说方便是方便 但他其实里面蕴含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你听我的就好了 你只要照着本网上抄 你的答案就是对的 我们在通过了解这些候选人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吸收到更多的知识 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自我思考的能力 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都是有大大大的益处 对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非常正确 他们就是用懒人包去做这件事情 现在所有政府的法案 全部都是透过懒人包来进行的 For the people act 什么听起来多棒 为人民法案 对这就是给你一个懒人包 你就是支持就好了 对不对 那什么 Save our kids act 拯救我们小孩法案 那是什么 是要进枪的 你如果不去了解的话 你只听懒人包的话 你就是被这个样子懒人包骗 他们最怕的就是 你会仔细进去看那个法案里面 到底写的是什么 你如果要是只听那个懒人包说 为了人民 为了孩子 我都同意啊 很棒啊 很好啊 他们最怕就是你自己去看 你如果一看说 不对啊 这里面怎么写到了 宪法第二修正案呢 这跟孩子没什么关系啊 不对啊 怎么有这么大一笔支出的钱呢 到底给谁了 你如果自己去看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 其实并不是说懒人包这么简单 他们用懒人包这种方式 骗了很多的人 而且笼络了很多的人心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所以其实呢 这个是教会 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 也是在社会上 在我们每一个人 实际上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太方便了 我们一切东西都太快了 资讯太丰富 资讯太丰富 所以我们就说 要用最快最懒 最不用出任何利息的方式 去了解到一切的东西 圣经呢 教导我们 说我们要去影响世界 但是如果说 像这个教会里的朋友就说 其实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啊 你如果要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都完全不感兴趣的话 那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圣经的教导 因为你不感兴趣 你就不想去了解 你不想去了解 你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要怎么去影响世界 大家在教会里面做关怀 说谁是谁 最近怎么怎么样 我要去家里探访他 我要去照顾他 你最起码要知道 这人是谁 他家庭情况怎么样 他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他心理状态怎么样 他面临到什么的问题 我可以去给他带来安慰 我可以去跟这个悲伤的人一起同扑 我可以让他得到安慰 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呢 其实跟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 是一样的 就是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 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下一步的东西 懒人包是一个由上至下的影响 这个样子的影响程度 这样子的议程 其实是跟左派一模一样的 左派也就想说 你什么都不要听 你什么都不要想 你只要听我的就好 我是专家 我是教授 我有学历 看电视 看我们讲什么就好了 看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不是神要给你的生活 神要你得自由 神要你掌控你自己的人生 神要你当一个活得有意义的一个人 而不是只听某个懒人包 你生活的周围这些发生的事情 你的小孩会不会变性 你的小孩会不会LGBTQ这些东西 他能不能吸毒 然后homeless能不能住你家门口 你这些你都不在乎吗 油价为什么这么高 为什么我们要丢一堆钱去给乌克兰 你这些你都不在乎吗 你都觉得这些都是 我就听政府就好 由上而下的一个统治方式 一个精致打醒的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要怎么改变 真的就是像我们一直提倡 就是说大家要做一个个人的改变 你首先你的心态 你的想法要去改变 那我也能明白 就是说那些朋友 为什么说哎呀 我不在乎啊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跟他们没关系 那一个事跟你没关系的时候 你在乎的程度当然会大大的减低 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是别人的事 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在很多教会里面的教导 我觉得是比较缺乏这一方面的教导 因为神告诉我们要去影响世界 我们要去到世界里面做光做眼 你要在教导里面加入说 我们世界现在在发生什么 那我们圣经的教导 对于这些东西 我们是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当然我知道 孟会有很多的辛苦 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讲道里面 有更多的这些东西来加入 就是让圣经这个书本里面讲的东西 跟我们现实生活连接起来 不光是说要把你自己做好 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去翻转世界 我相信大家身边 或者应该都会认识这样 说我不关心正在发生什么的基督徒 其实这些人正好是 我们要去转变的对象 很多时候这工作只靠牧师师母 没有办法做 很多时候是你要身边的同工一起起来 去做影响的工作 所以这些人正好是我们要去转变 他们思考模式的这样一个对象 那这个东西呢 也应该是成为教会牧养 关注的重点之一 但是常常被忽略 所以这些呢 是我们未来要去改变的方向 如果说你的教会不在乎现在发生的时事的话 那你这个牧师就做得非常非常的有问题 因为你没有教导你的下面的羊群 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他不在乎这个世界的话 我知道这样子的说法 好像很残酷 然后我好像会讲到很多牧师 然后会讲到很多人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存在 AI News存在的目的 我们就是要说出事实 我们就是要改变这个国家 我们就是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去改变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都可以自由思想 都可以靠着耶稣得胜 而不是我们靠着耶稣什么都不做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然后呢他救了我们 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这个不是耶稣给任何的人的使命 耶稣还告诉我们说 你完蛋了 OK 彼得你会被砍头 哪一个不是用自己的生命 去完成耶稣的使命的 耶稣要我们做一样的事情 不是说我们要去被砍头 但是我们要为了正义发生 只有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反转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认识到的牧师 他们都对现在的时事 非常非常的关心 祷告非常非常的热切 而且非常非常 跟我们有同样的看见 同样的想法 所以我能够明白牧师嘛 平时做的跟我们工作 做的就是不一样 我们会去天天都去看这些东西 但是牧师要做的工作 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如果要是有哪一个教会 你如果在洛杉矶 或者你再稍微远一点 加州范围内吧 或者你出了加州 你在美国也可以啊 其实如果要是大家有这样的想法 就说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是要往前慢一步 如果要是说牧师就说 我很支持这样的理念没有错 但是如果说你让我把这些东西都整理一篇 讲个道 好像因为了解的不够多嘛 因为平时的经历没有在这里 如果大家要是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欢迎联络我们 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愿意让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 我们也愿意用圣经真理来跟大家讲说 这个时候的我们需要怎么做 我相信这样的看见 不光应该是牧师的看见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都应该有的看见 因为我们真的很惭愧 听到这些爱国者的义工 说他们因为这种事情不愿意信主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基督徒找了很多很多的借口 他们对真的发生在你身边 发生在社区里面的事情都冷漠 都不关心 都不愿意走出门来 去做翻转的工作 我明白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们的看见 我也看见了 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 但是这些人 其实也是我们宣传福音的对象 我们要更多为这些爱国者来祷告 因为他们是真的很有正义感 他们在没认识圣经之前 他们都很有正义感 因为很多他们都是来自于共产主义国家 他们明白生活在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 他们有看见说 我们要竭力守护这片土地 不要让它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 他们都是非常有正义感 而且他们非常想要追求真理 但是只不过是因为看到基督徒的表现 让他们不敢来认识神 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而且是一个非常应该令所有基督徒蒙羞的一个事情 因为没有做到使用你的生命去改变别人的生命 一个他们价值观已经正确了 他们已经知道邪恶是什么了 然后你却没办法跟他传福音 因为他们看到你的生活杂乱 然后不在乎时事 你的耶稣在你心中就是一个神灯精灵一样 你受伤的时候跟他祷告 你老婆跟你吵架的时候 说耶稣请你来原谅他 然后你做错事的时候跟他忏悔一下 他们看到的是你的假冒伪善 你这个样子的话 你就没办法影响到他们 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满口仁义道德 但是你什么都做不了 而且你什么都不敢做 他们觉得你是一群懦夫 他们不想要跟你一样 他们不想要追求真理跟耶稣 或者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归到这类的人里面 他们不愿意带上这样一个抬头 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做什么也不做的人 对 AI News不是一个政治频道 很多人会说 我们是两个基督徒在讨论政治 讨论政治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们的初衷 我们的初衷不是说什么骂民主党怎样怎样 然后我们的初衷更不是所谓的什么Q啊 然后什么阴谋论啊 犹太人很坏啊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世代的价值观 然后用圣经的角度去看新闻 用圣经的角度 用神的律法来去审核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或是做出来 我们是希望人可以透过圣经来了解这个世代 然后来改变这个世代 因为我们只有透过圣经的角度 我们才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我们如果只是一个政论频道的话 那很简单啊 对不对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啊 普丁怎么什么什么坏坏坏坏坏坏 泽连斯基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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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要听的话 台湾有一堆那样子的频道 然后呢 你要听一个反方向的话 中国大陆有另外一边一堆这样子的频道 你可以这样子去看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是要用圣经的角度去看 我不是要用人的角度 这边不是给你一个懒人包 这边是叫你说 你要去看 你要去了解 特别是牧者 如果你不了解 没关系 我知道你很忙 你可以邀请别人来去看 去你教会讲 你可以邀请我们 你要呼吁的是你的会众 你们要去了解哦 就跟你们要自己去读圣经一样 我们选出来的人 不是来领导我们的 这几天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我们选出来的人 是来代表我们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会选出来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们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的话 我们选出来的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如果我们是一群懦弱 什么都不敢做的人的话 我们就会选出一个懦弱 然后什么都不敢做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是一群无知的人 然后对于什么都不了解 然后只听懒人包的话 那我们就会选出来一个 什么都不了解 只听懒人包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是一群 亲自去读圣经 亲自去了解的话 那我们选出来的 就会是一个符合圣经 然后呢 知道该怎么做 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符合圣经价值观的人 所以这个是AI news想要做到的事情 不是给一个懒人包 那当然的 我们是要做一个连结的工作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教会可以起来 更多的教会可以敢于去在这个末后的时候传讲 这真的不简单 因为你这样传讲的话 一定会变成攻击的目标 但是不要害怕 如果大家要是欢迎我们 可以去你们的教会里面去讲一些什么 我们可以来欢迎联络我们 我们可以跟牧师一起讨论一下 说我们要从哪一个角度着手 然后怎么样让大家对这些事情感兴趣 怎么样跟他们来介绍说 这个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这也是基督徒要凝结起来一个军队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 精兵不是一个人 不是两个人 也不是牧师联合的群体 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基督徒 不管你信主的年日有多久 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同一个目标 同一个看见 而且我们都要起来征战 那让大家去了解 去感兴趣 这个是做整个团队的第一个小步骤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认识我们的 就欢迎直接跟我们发信息 或者跟我们打电话 如果要是有目者呢 跟我们平时在生活中 没有任何的接触 那欢迎来给我们的email 发邮件来联络我们 我们非常愿意跟所有的人 做这样连接的工作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时候近了 要竭尽全力的去过好每一天 然后做每一件让神喜悦的事情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都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